由于函数的求导法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实用的求导的方法 叫做对数求导法 就是Logarism Differentiation 什么是Logarism Differentiation 或者说是什么是对数求导法 对数求导法是把函数两边关于 把函数两边求对数 如果Y等于FX 那么LogY我们求的是自然对数 LogY是等于LogFX 然后在两边用隐含数求导法 也就是说Y分之一 DYDX是等于FX分之FX的导数 然后我们可以得到 这是我们对数求导法的基本方法 当然这个公式你不用计 我们直接用对数求导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可以就每次我们就就是按照这个一二三的步子来算 那为什么要用这种对数求导法呢 是因为有些函数 我们直接求导比较麻烦 我们不知道怎么求 或者是采用对数求导法比较简单 那么它的这个 那我们就采用对数求导法 那么在采用对数求导法 它适用的范围 第一种是Y写成是这种函数 密质函数 我们叫做密质函数 也就是说它的底和指数都是函数的这种情形 因为在我们的以前的公式里面 我们没有处理过这种函数 我们的基本公式里面没有这种函数的求法 用chain rule也不对 因为你不知道它它既不是密函数也不是指数函数 它不是所谓power function 也不是这个那个exponential function 如果因为我们知道密函数或者是power function 它的它的指数是常数 而指数函数它的底 它的base是常数 第二种情形是很多指数 第二种情形是很多指数 很多根号 很多根号 然后是很多乘除 乘除指数根号特别多的情形 那我们来看立体 我们看一下要怎么样是哪些情形 我们给出了具体的例子 那我们首先看第一个立体 如果说y是等于x的3x方 我们来求v 或者是求v的导数 那这就是我们很典型的一个密质函数的例子 它的base是函数 它的exponential也是函数 所以我们对这种函数 我们其实有两种求法 第一种就是我们的 我们用logarism来求 那我们的logy是等于logx3x 那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log呢 是因为用取logrism以后 我们log函数它有个好处 就是指数可以变成写的前面了 那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我们利用这个隐含数求导法 然后我们利用隐含数求导法 两边关于x求导 那么先是logy 我们是y分之一 关于y求导的话是y分之一 当然说 然后还有y关于x求导 这是称入 那么右边就变成两个函数的成绩了 就是cosx乘上logx再加上x分之1 3x 那我们再把dydx我们解出来 dydx 那么y就乘过去 y就是cosx乘上logx再加上x分之3x 那这里我们就求出来它的导数吧 那我们再把y带回去 我们知道y是x的3x方 所以是cosx乘上logx再加上x分之3x 那这里我们就求出来它的导数吧 这是第一个立体 这是第一个立体 密指函数的情形 那我们看第二种情形 第二种情形就是 就是y的乘除根号 这是特别多的 我们根号下 4次根号x平方减1 乘上我们6次根号 3x 3x加5 除以这是3次根号 例如说是7x减1 5次根号 2x平方加上2x加1 我们来求 我们可以直接写求这个位的导数 这里我们发现 就是乘除 又是乘又是除又是根号的 都特别多 很多下 那么我们利用对数函数的一些性质 我们使用对数救导法 前面这里还在讲了一种情况 我们等会再补 那logy 就等于我们整个log 这是4次根号x平方 减1 乘上6次根号 3x加上5 下面是3次根号 7x减1 5次根号 2x平方 加上2x加上1 那我们 我们知道 log函数 里面的乘变成 拆开起 就变成log的相加 指数可以提到前面来 4次根号相当于是 4次根号相当于是 4分之一次方 所以我们可以 因为我们知道 这4次根号 x平方 减1 这个是等于 x平方减1的四分之一次方 那么根据我们对数函数的这个性质 那么指数可以写到前面来 所以说4分之1 logx平方减1 再加上6分之1 log3x加上5 再减去3分之1 log7x-1 再减上5分之1 log2x平方加上2x加1 然后利用我们的 implicit differentiation implicit differentiation 就是 引函数求导法 好 那 右边的全部运用我们的 称入或者复合函数求导 所以是4分之1 乘上x平方减1 这是2x 再加上6分之1 这是3x 加上5分之3 再减3分之1 这是7x-1分之7 再减上5分之1 这是2x平方 加上2x加1 分子是4x加2 所以 dy dx是等于x 这是等于y 两边乘上y 这是4 我们可以写成这是2分之1x平方减1分之1 再加上2分之1 这是3x加上5分之1 再减上3分之7 这是7x-1分之1 再减去5分之2 2x平方加上2x加1 这是2x加1 然后你把y 然后我们再把y带回去 4次根号x平方减1 6次根号3x加上5 这是3次根号7x-1 5次根号2x平方加上2x加上1 然后再乘那么一大堆 1分之1x平方减1分之x 加上1分之1 3x加上1分之1 7x-1分之1 7x-1分之1 再减去5分之2 是2x平方加上2x加上1分之2x加1 写出了一大堆 但是我们知道每一项的计算都不难 因为每一项我们运用的都是对数函数的求导法则 那如果说是要直接求这个函数本身的导数 那我们会发现会非常的痛苦 但是换成对数函数以后 虽然写上来比较麻烦 但是计算比较容易 好 这是我们对数求导法 那我们刚才我们我们讲了y等于x3x 我们说有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 我们可以对于这种密质函数的情形 我们用第二种方法就是我们把它画成这个复合函数 就是compositive functions 怎么画呢 我们y等于x的3x方 我们可以先把它取e底再取个log 我们知道这个指数函数跟对数函数相互为反函数 所以我们取e底再取log以后 这个函数等于是不变的 但是指数是一个对数函数 我们利用对数函数的这个运算规律 我们就可以写成是e的3x乘成logx 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指数函数了 底是一个常数指数是一个函数 所以是一个指数函数 那我们可以可以利用我们的chain rule 来计算 先是把整个上面这个看成是u 那么就是e的u 再乘上u关于x的导数 就是cos x乘上logx加上3x乘上x分之1 等于e的3x乘上logx 然后是cos x 这是对密质函数的方式 对密质函数来说 我们有两种不同的方法 当然说我们这个像我们刚才这个第二个立体 你也可以直接用这个custion rule 就是商的出发法则来算 但是它会非常复杂 但对密质函数来说 这两种方式计算量都差不太多 所以没有没有特别的相互之间 因为我们没有谁说特别的方法特别好 这是我们对手求刀法 它的方法和适用的范围 那这里我们就只介绍到这儿 这是我们有个人 很大 不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